詞・編曲 橘子彤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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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要用特別預算 就是因為我們公共債務法達到上限 已經不能再借錢了 所以他就用一個特別預算 用一個特別條例 就是說本條例排除公共債務法上限之規定 他說我這合法 我這法裡面就這樣寫了 已經排除了 所以他這一部分也不算他負責 所以特別預算排除很多舉介 政府向外借錢 因為有特別條例特別預算都不算 第二個 他說我這個計畫 公共建設計畫有自償率的 有自償性的 就是這個公共計畫所創造出來收益 可以支付或是卡羅的成本的 他認為這個也不算在公共債務 但是國際上怎麼算 他不認也沒有公共債務 不認你是不是特別預算舉介 他就跟你講問一個問題 政府到底現在借了多少錢還沒還 人家很清楚 你不管你用什麼明文 那看起來好好的都合法 但是還是政府有借錢 所以你看一下40頁 40頁下面的紅線 就是依照馬英九自己的解說 特別預算不算 借錢不算在裡面 有自償性的計畫 借錢也不算在裡面 畫出來就紅線 所以他你怎麼看 他很少超過40% 他認為我們這個財政還不錯 上面那一條 就是依照國際通用的標準 就是人家只問 你現在借了多少錢還沒還 我不管你用什麼明目借 你借了多少錢沒還 政府還沒還 有沒有很大的差距 人家是看上面那一條 馬英九是看下面那一條 所以馬英九當然自我感覺良好 所以他這個 但是國際信用平等機構 他關心的只是用國際通用的標準 計算出來 他其實有一大部分 都是什麼 跟富人減稅 你看那個屏幕很多 他要跟富人減稅 那個字絕不手軟 跟你考90分你要進步到95分 他這個人不行 他連10%都沒有 然後民進黨政府交給你 你把他敗了一大堆 然後說我現在有進步 根本還沒恢復到2008 我這邊講個數字 其實我們2009 經濟成長率的表現 你只要看CIA的 美國CIA的這個 Facebook上面協議公主 表現是全世界最差的後裏 他從來不會提這個 他只跟你講 20年來最好 對不對 你從20分進步到30分 你可以跟人家講 我進步了50% 然後你笑那個90分進步到92分 你說他這個進步很差 速度太慢 這裡面也有寫到 台灣現在 有多少人薪水在3萬塊以下 有多少人薪水在2萬塊 這哪一頁 52頁裡面 對不對 有300萬個 勞工薪水在3萬塊 有100萬 2萬塊以下 2萬塊以下怎麼過 台灣 有40%的家庭 這幾年來 可支配所得 包括政府的任何經典 什麼什麼 40%的家庭 所得是下降 所以他的馬上老師跳票 馬上 你沒有看到好 經濟成長 變成說 大部分人看得到經濟成長 好我就是跟馬英九 感覺超好 我看到他50% 我很高興 但是你看看你的口袋 你的薪資所得 沒有啊 沒有增加 你的工作還是很難找啊 為什麼 這是馬英九為財團服務的另外一個 馬英九一上台 他就開始講 要尊重市場機制 要開放 自由開放 對台灣都好的 然後把所有的 對中國 投資中國的限制都取消 對投資中國的限制取消 有什麼問題 你等於是 這些廠商 把資金技術 由台灣搬到中國 他在中國 雇用勞工 那你講 在中國雇用勞工 他成本又低 對台灣有什麼壞處 我跟各位講 你到搬到中國 工廠 投資地點 生產地點 搬到中國 雇用中國勞工 那台灣的 就要搬廠協業 你不能同時經營兩個 做一樣的 做一樣的 就完了 中國永遠便宜 台灣永遠貴 所以他只能二選一 大部分到中國投資 台灣投資相對的減少 好了 那你帶中國投資 雇用中國勞工 在台灣官場協業 台灣勞工就失業 結果形成什麼 用中國廠商到中國投資 就形成 他到中國雇用勞工 中國勞工 取代在台灣 生產所需要的雇用的勞工 雖然你看看很清楚 這邊 這樣 中國勞工並沒有來台灣 但是你這個讓廠商到中國投資 沒有限制的情況下 等於間接允許中國勞工到台灣來搶工作 台灣工作搶 他在中國跟你搶 所以 90年代 你總統借急用人的那個政策 結束以後 你可以看 我們台灣 只要我們台灣 投資中國的比重一直增加 台灣的失業率就很難下來 對不對 然後 廠商 他可以到中國生產 那你老公說老闆加點薪吧 他跟你講 對不起 那我把工廠搬到哪裡 搬到中國 對不對 中國的薪水有低 我怎麼加也不會比台灣多 所以馬英九講的 他要幫工人員加薪 帶動 民間企業 那是叫吃人說夢 民間企業從來不會跟政府一起加薪 你問他 他說他有自己的個別經營狀況 很多考量 成本的考量 大部分都是民間企業加很多 政府不得不加一點 所以他最近講 經濟成長 所以我們要來加薪 帶動民間企業加薪 我想這又是一個 可以看 聽得到 吃不到 看不到 享受不到 這也是馬英九 所以你想想看 我們的薪水不漲 工作機會難找 這表示什麼問題 我們經濟成長的果實 大部分都是財產 享受到 很多人其他人享受不到 最後我講到一點 中資來談 最近陳雲林 硬著頭皮跨過淡水河 淡水河 那個鎖水溪 到南部去 囂張了一陣子 馬英九馬上送他一個大禮 又再放寬中資來台 那你會講 你們這些學者 中資來台什麼壞處 他來台投資嘛 你像一再說台灣的投資不夠 中資來台灣投資有什麼不好 中國資本也是 就你們來講 你們都不講大陸的 中國資本不是外國資本嗎 外資來台有什麼不好 但是不要忘記 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不是一個正常 是一個威權國家 他來台灣絕對有他的統戰目的 他來台灣主要幹嘛 中資來台 要掏空台灣的技術 這個他在韓國做過 我在其他的文章上面都有提到 但是我這邊講 為什麼他會掏空台灣的技術 很簡單 我們有些廠商到中國是 因為降低成本 他去中國發展 但是也有一些廠商 他自己有他的關鍵技術 他也怕技術被偷欠 也怕技術外流 他選擇在台灣 因為他有技術優勢 他不需要靠老公 低廉老公 這些廠商在台灣生產的好好的 你中資一來的話 就開始怎麼樣 中國就開始要想辦法 去投資這些工廠 這些公司 然後他取得這個主導權以後 這個主導權不要50% 20%就夠了 然後呢 他開始怎麼樣 把技術透過這個主導權 他可以搬到中國 到包圍中國 在中國 他可以更大規模來 利用這個技術 當我們的技術 完全被這個 中國 透過這種中資來台 移轉的話 那我們台灣還有什麼 經濟成長的動力 這個很重要 然後馬英九也會跟你講 你們這些人都是什麼 意識型態掛算 一想到中資 你就說他有統戰目的 中國有講 我也不會干擾台灣經濟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就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我們台灣就是很奇怪 馬英九是很奇怪 他跟這落後不正常的國家 他特別友好 當他啦啦隊 所以馬英九 他是中國 我一再講他是中國啦啦隊 他對中國反民主 反人權 反自由 他都不會譴責 這什麼意思 那什麼叫啦啦隊 你假如是某一個球隊的啦啦隊 這個球隊打得再爛 啦啦隊沒有權利說壞 第一說好好好 未來還有空間 一定好 啦啦隊就這樣 民主自由人權 中國任何違反的事情 馬英九一句話不敢 這啦啦隊的現象 最後我再講一個 因為我剛剛 從今天早上在那個巡哲會上課 我就講了一些 我就後來我想 在這邊稍微一分鐘講完 很多人就覺得 很擔心這個馬英九親中 但是另外一邊又覺得 蠻樂觀的 就是 台灣跟中國 雖然交流 越來越密切 但是認同台灣人的比重 一直在增加 對不對 那麼我是台灣人 比重 但是我覺得 大家要特別注意 在馬市的這個 拆法治國 跟殖民經濟下 這個台灣人跟中國人的差異 恐怕還沒有辦法 阻擋這個 馬英九的親中的這個 這個 政策 為什麼 台灣人跟中國人 只是講說 我跟你不一樣 所以我不會認同你 我是台灣人 我是中國人 不然你就 你假如認爲 你可以認同 那你一定是我的中國人 台灣人跟中國人的認同 只是跟你講不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需要的是什麼 台灣 台灣 主體性 不一樣在哪裡 對 台灣的發展 生存的 價值裡面 我們是 愛好自由 和平民主 還是我們崇尚威權 什麼 這種 我們的發展價值 主體性 剛剛講的 殖民的經濟 會讓我們主體性 越來越燃上 對不對 我們現在主體在哪裡 以中國 對 馬英九永遠說 中國是好的 從來不跟你講 中國發展的危機在哪裡 馬英九 我們的價值理念 原來在李總統完了以後 主政 民族轉型 所以民主自由 人權 馬英九全部給你 弄得 這些價值已經不是我們生存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缺乏的是什麼 雖然台灣人跟中國人這個 認同的差異 越來越大 差異越來越大 但是台灣人沒有什麼 對這個主體性 很多人認同台灣人 但是他繼續在中國交流 繼續在壯大中國 他沒有認為說他一個人做的 對台灣有什麼傷害 沒有 很多學者 繼續一方面在週末 政治上要爭取鼓勵 但是 在學術上要鼓勵要跟中國交流 你沒有這種堅持說 我今天個人的 這個 繼續跟中國交流 其實會影響台灣整體利益 這慢慢慢慢 因為馬英九現在所有政策都輕重 所以你為了要爭取你個人的一些好處或利益資源 你跟著這樣跑 其實你就把台灣的主體性 台灣未來生存發展的價值 整個都很難就很難建議 台灣就變成一個漂流木 在大海中不知道哪裡去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主體性 還有堅持 台灣人的堅持 這個是需要我們去努力的 不然 你就說我是台灣人 我跟你中國人不一樣 但是你要問你不一樣在哪裡 你說不出來 這個是 我們在面對馬英九親中的這個 思維下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 後來很難去持續玩一個親中的這個政策 謝謝